在我們進行下一階段的問答之前 我們張茂南招音樂也有代表謝謝 謝謝 大家好 那是否剛才林先生的答案 可以了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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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松菸護術志工團 簡單說明一下我們對廣辭案的期待 現在照片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夥伴從虎山拍的廣辭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出 這是一片非常美麗的森林 跟以前的松菸 其實是非常像的 下一張 這一張的話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點小 其實這個是大家假如有記憶的話 在地的夥伴假如有記憶的人 應該有記的這一張規劃圖 就在上面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好事服當時的規劃圖 就是活得那時候的狀況 它其實是完全無視 廣辭擁有大量老樹的事實 把這塊地當作樹地準備開發 還切割開發的基地要規避環評 就像剛才李局長講的 我們也非常認同李局長講的 就是把這個道路把它回歸 然後再重新接受環評 再來檢視這樣子 所以希望 所以我們覺得說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這張投影片已經 的惡夢已經成為過去 我們希望可以重新來思考 這邊土地的未來 下一張 我們雙面護術這邊 其實非常感謝新市府 在我們護術即將滿週年的時候 願意宣示 廣辭願意採以烏救術的全新概念 回應我們護術團體 對新市府的期待 對此肯定新市府的團隊的善意 下一張 但是我們其實 這一張其實是我們做的那個套圖 其實廣辭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林局長講的部分 其實 談的數目比方是只有談到受保護的數目 其實從我們套圖裡面所看到的話 其實有 很多的數群是沒有 沒有做到 就是到底要不要移植這件事情 似乎也希望那個林局長可以講清楚 到底 那些所謂沒有在那個 數保法裡面所規範的那些數目 到底要怎麼移植 相關的訊息相關的數字 是不是也要跟我們講一下 對比 好市府的那個數目移植的數據 到底是有多少 其實從這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廣辭還有很多原本拆除建地 建物的空地 並沒有妥善的利用 我們希望林局長 跟新的市府團隊 是不是願意 重新思考這塊土地利用的方式 因為以目前的規劃方式 包括道路退縮 或者是捷運設施 仍然會移植非常大量的數群 尤其剛才我們看到的簡報圖面 只說明哪些數會保留 卻隱匿了會被移植的數目數量 例如福德街大道路口 也是數目非常密集的空間 是不是可以說明這些 道路退縮 是可以讓數目原地保留的 還是必須要全數移植 如果是的話 今天的已屋救數的宣誓 就必須要重新檢視了 希望林局長可以 就我們這些問題可以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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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